六點二十九分 無線電視比翠台 本港東南海域的魚獲所含的重金屬超過安全標準 杭州千島湖事件今天審結明天宣判 聯合國安理會會在十日之內宣布制裁不害 接著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香港東面的橫蘭島和果州群島一帶 一向都是本港主要的暴漁區 一半本港的魚獲都在那裏拿 是的 不過政府在三年前把那裏列為瀉泥區之後 對環境和魚獲造成了影響 我們會一連三日和大家報道 我們就在石泥區拿了海產樣本去發現 發現有幾種海產所含的重金屬 是遠遠超過安全標準 詳細的發現結果由余智玲和大家報道 這天我們的採訪隊跟漁民出海 到橫蘭島以東的石泥區一帶 搜集海產樣本 發現他們的重金屬含量 我們用拖網方式在四個不同的位置拿樣本 曾經在環保署的水質組工作了十一年的 和建中藝同隊 我們採集的樣本包括蝦 賴尿蝦 蜆 鑼 絲痕 和另外五種魚 每種化驗樣本的數量大概是二十至三十個 以下因為太小隻 我們沒有驗到 負責今次化驗的香港試驗有限公司 首先將樣本清洗 起肉 再用攝氏100度焗乾 然後放入濃酸來溶解 最後在這部原子吸乾機裡得出結果 我們拿來化驗的海產樣本 結果發現絲坑的含格量比標準高出九倍 而蜆和賴尿蝦的含格量也高過標準 根據食物衛生標準 海產含格的安全標準是百萬分之二 由動性較大的蝦和魚含格較低 其他由於生長在底泥 容易積罪格 含格在重金屬裡面毒性比較高 如果我們多進食這些含格的時候 它會積存在人類肝臟裡面 它會影響人類肝臟的功能 最後會引起肝硬化或者肝硬 除了隔 我們也有化驗海產的鉛 還有銅 結果大致合乎標準 不過絲坑蝦和賴尿蝦的含銅量就特別高 多食銅身體不是有特別的毛病 但銅也會影響腎臟的功能 魚泥裡面 銅和隔的含量都是很高的 但是我們在海產裡面 同樣是發現到銅和隔的含量也是高的 相對應來說 我們可以證明魚泥是直接影響這些海產 何建宗所說的淤泥就是來自橫蘭島的射泥區 也就是我們採集海產來化驗的水域 明天我們會跟大家說說 重金屬的來源和政府部門怎樣處理有關的問題 號先電視機者余子玲報道 連續四日公眾假期今天開始 很多市民出外旅遊探親 入境處估計羅湖車站今天會是人潮高峰期 估計會有九萬人經羅湖過關 進入內地 李子堅報道 今早雖然下雨 大批市民仍然興之勃勃 一家大小回大陸旅遊或者探親 羅湖車站就人頭湧湧 不過秩序良好 為了疏到人潮 入境處和九廣鐵路公司 實施潮水式措施 分批給市民辦理過關手續 入境處又加開櫃桌 處理市民過關 並且和中方保持緊密聯繫 應付人潮 入境處就估計 這幾天公眾假期 會有五十多萬人經羅湖出入 人數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成有多 而在紅磡火車站 很多市民一早就來到排隊買車票 別墜良好 大堂入面就見到很多旅行團集合 等候出發 機場方面 今日有多班航機飛往內地 班次還很頻密 平均每十分鐘開出一班 無線電視記者李志堅報道 梁建宇說 葵涌貨櫃碼頭和西九龍昨天的大塞車 令到青衣的居民凌晨還要走路回家 還有人跌傷了 是啊 雖然今早的交通是好一點 但是兩個關注團體就指責當局沒有採取協調措施 迅速疏到交通的 陳玉宜報道 葵櫻貨櫃碼頭一帶 今早仍然有些塞車 青衣南北橋出九龍也頗濕 對於昨天長時間大塞車令到交通癱瘓 青衣慣住組就批評港府部門不協調 而且行動太慢 四天的假期今天是龍年才有的 這個是一個幾乎尋常的事 為什麼政府部門和郭日馬公司不可以及早預計 在假期前一定會是多車 他們建議緊急應變中心 要加入九巴和香港小輪的成員 遇上問題時 第一時間安排特別的交通措施 另一個團體青衣行動組 就要求盡快將葵櫲公園改造貨櫃緩充區 開設一條專門的廣播頻道 令到貨車司機即時掌握消息 他們說很多居民在昨晚大塞車的時候 晚上十二點多還要走路回青衣 有幾個居民跌箱要送軟 立法局議員李永達就要求貨櫃碼頭 操作聯絡小組開會檢討這次事件 無線電視記者陳玉宜報道 浙江省千島湖火燒遊覽船案今天審結 控方指三個被告手段殘暴 要求法庭判處他們死刑 而法庭將會在明天宣判 林錦輝報導 第二天的審訊準時在早上八點半開始 首先由控方發言公訴人子三個被告早有預謀 而且手段殘忍 事件涉及三十二條人命 也令到死者家屬受到很大的打擊 他要求法庭依法判處三個被告極刑 而三個被告的辯護律師 都沒有跟他們的當事人做無罪辯護 其中胡志漢和余偉君的律師 以他們兩個不是親手扔炸藥和淋氣油消旋做理由 要求法庭酌情輕判 而吳黎宏的律師就說 他的當事人不是首先提出做案 要求輕判 經過控辯雙方三輪辯論之後 三個被告作出最後自便 他們都表露出負義 吳黎宏說 他做這件案主要是為了錢 雖然後悔 但是已經沒用 其中被告余愛君說 事件令到兩岸關係倒退 希望透過法庭對他們的懲罰 可以改善兩岸關係 最後審判長宣布 合議庭退庭商議 明天上午宣判 三個被告接著被壓上囚車離開法庭 無線電視記者林錦輝在杭州報道 西安空難事件的三個越南香港客 遺體經已火化 但是親屬就不同意 航空公司只是賠償4萬美元 要繼續商量 而西安當局就漏夜下令 香港記者要立即離境 蕭錦恒在西安報道 香港死爛者的家屬 清早去到市郊一個火葬場 由航空公司安排的法師舉行法事 隨即將遺體火化 航空公司經已正式支揮家屬 向每名死者賠償4萬美元 但是家屬就並未接受 要繼續磋商 而這些家屬 將會在明天 帶同遇難者的骨灰回香港 另外 正在西安採訪的二十幾個香港記者 昨晚五夜 在各自酒店的房間 接到陝西省新聞辦公室職員 親自送來的通知 說經已到了採訪期限 要求記者盡快離境 還說經已通知 空難的各個善後單位 不會再接受記者採訪 而在西安的香港記者 亦都在今日陸續離開 無線電視記者蕭錦恒在西安報道 日本政府發言人說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將會在10日內 通過一項針對北韓的決議案 而在國際原子能機構 宣布制裁北韓之後 北韓就宣稱不再保證核子安全 而美國就警告北韓說 假如北韓用核子武器攻擊南韓 這樣北韓就會自取滅亡 麥桂園報道 在國際原子能機構 和北韓之間出現了決裂局面之後 駐南韓的美軍 也都擺出進一步加強備戰的姿態 他們向新聞界展示 部署在南韓的最新一批外國者防空導彈 而美國導彈部隊司令還說 他們正進行24小時的嚴密監視 防範北韓用飛毛腿導彈突襲 而美國國務院官員也都警告說 如果北韓用核子武器攻擊南韓 將會自取滅亡 而南韓方面也都展開了進一步的備戰工作 下令全面檢查國內的地下防空洞 以及戰時緊急供水設施 在國際原子能機構宣布制裁北韓 中斷給予北韓的援助之後 北韓也都立刻採取報復 驅逐著北韓的兩個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出境 兩個代表今天已經到了北京 其中一個代表哈里遜說 他跟北韓官員會談的時候 覺得北韓仍然是想以凍結核子計劃 去換取美國撤銷經濟禁運和恢復外交聯繫 在另一方面 日本外相佩澤宏治今天也都到了漢城 和南韓外長韓星洲舉行會談 討論北韓的核子危機 在較早時 北韓曾經警告日本 如果日本支持制裁北韓 就等於向北韓宣戰 無線電視記者麥桂源報導 美國總統哈林頓宣佈 加強對海地的制裁 目的是逼令軍政府下台 鑑於制裁可能令到海地局勢更加緊張 國務院勸喻當地的美國僑民立即離境 而派駐太子港的美國大使館職員 和親屬部分也都會撤走 陳偉超報導 美國在上個月就開始對海地 實施全面的貿易制裁 總統哈林頓說 今次進一步的行動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要海地的軍政府下台 恢復民主 由今個月25號開始 美國會停止所有去海地的商業航機 美國還是准許每個月會50元美金給這些海地人 也都不會禁止人道經濟援助 負責海地問題的顧問格雷說 美國不排除會採取軍事行動對付軍人政府 但海地軍政府也都不甘示弱 立即採取報復行動 宣布在制裁實行之前的五日 關閉太智光的國際機場 無線電視記者陳偉超報導 等一下回來我們會報導 海關在元朗檢獲一千四百萬枝美魚翠香煙 張晉生說鄧小平的身體好好 李麗珊和鄺錦城獲女王頒發榮譽獎張 歐發家事慶祝瑞典國慶 各大門市部現正展出大批新道歐六豪華梳化 及名貴家事 同時舉行大減價大贈送 樊扣滿五千元的顧客 即送意大利清潔真皮護理數一盒 快點來歐發選回新款家事 和精美贈品 各款廚貨有限 晚一晚就被人選擇了 各種咳嗽 談多喉嚨痕 喝佩夫人止咳嚕 四歲以下 喝佩夫人小兒咳嚕 止咳真是好 阿霍一吻阿霍阿霧 阿露阿霧阿露阿霧 有的有西穗 無比高 那麼多喉嚨 現在看著不見了 那麼有些大愛 原來是阿波羅鮮果奇脆冰 裡面是脆波波的碎冰加上新鮮山果粒 哇!有新意!還有三款口味 去看看,脆得多過癮 阿波羅鮮果奇脆冰 繼續我們的新聞時間 海關在元朗破獲一個私煙廚藏中心 檢獲140萬支懷疑未完碎的香煙 總值是160萬 行動之中拘捕了4個男女 海關人員今天是中午 在元朗坑口村一間屋 以及在一輛泊在外面的客貨車裡面 找到這批懷疑是未完碎的香煙 這批香煙收藏在裝紙巾的紙箱裡面 警方是根據線報破獲這個私煙儲藏中心 行動之中是拘捕的3男1女 年齡都是30多歲 而其中一個懷疑是集團的首腦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俊生說 鄧小平的身體很好 他又對行政局議員陳坤耀較早時 對鄧小平的談話就表示憤慨 不過陳坤耀就說 他的講話是被斷章取而不夠全面的 張俊生早上出席一個開幕典禮之後說 鄧小平目前身體很好 對於較早前行政局議員陳坤耀在日本發表言論 說鄧小平如果在97年之前 世世會對香港較有利 張俊生就回應說 鄧小平對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都作出重大貢獻 又就香港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思 是得到世人敬仰的 他對於陳坤耀的講話感到憤慨 而受到批評的陳坤耀在另一個場合就回應說 有關他的言論的報導是斷章取而 並不是他講話的全部 陳坤耀又說他不相信中英關係會因此而受到影響 特區餘委會政務小組開完兩日會議 總結過去有關政制過度安排的建議 然後寫成報告提交下個月的餘委會大會討論 歐家倫在北京報導 政務小組兩日來的會議總結了過去半年處理過的問題 小組仍然是認為三級議會在97年之後一律要重組 立法會的直選應該採用多議席單票制或者是比例代表制 大家很傾向就覺得現在那個單議席單票制不是很適合香港 而多數委員也都傾向97年之後 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模式和界別的劃分應該是仿效91年的功能組別選舉 而負責籌組特區政府和處理過度事宜的特區籌委會就要盡早成立 不過不能夠早過基本法所規定的96年1月1號 而在公務員的過度問題上 小組也都列出了原則是要維持公務員隊伍的穩定 政務小組這些原則性的建議 將會在下個月提交給餘委會的大會討論 而在下半年小組將會再具體地討論 第一任行政長官和第一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以及何時成立特區籌委會等問題 無線電視記者歐家倫在北京報導 廣播事務管理局對兩間電視台作中期牌照檢討的時候 將會考慮重新離定一些守則 避免兩台在播放節目的時候惡性競爭 文康廣播師騷擾組在出席一個龍舟頒獎禮之後說 廣播事務管理局在上個星期 已經向無線電視發出勸預信 為了令觀眾有多些選擇 不要在下午時段播放和亞視一樣的包青天劇目 蘇耀祖說如果無線不重視港管局的意見 港管局就會可能在中期檢討牌照的時候 用新的形式或者守則 令到兩台提供多元化的節目給觀眾 英國執政保守黨在最近一次國會下議院補選慘敗 輸了五個議席 目前在下議院只是給反對派多16個議席 在野工黨希望乘勝追擊 在歐洲議會選舉再擊敗保守黨 王永華報導 英國下議院補選的五個國會議員議席 保守黨未能夠獲得任何一個席位 五個議席之中四個由工黨奪得 而在英國漢普郡伊斯特利的補選 保守黨就敗給自由民主黨 伊斯特利一直是保守黨的根據地 自由民主黨候選人齊德勢 以二萬四千四百多票勝出 保守黨候選人李德更落後於工黨候選人 只是以一萬三千多票排第三位 齊德西在當選之後向首相馬卓安發出警告 Mr. Major, if you're watching tonight The message from the people of Eastleigh is Change your policies or change your job 保守黨主席福勒就認為 保守黨失勢是因為政府加稅 和經濟持續不景 因而引致保守黨在補選中挫敗 現時保守黨正等候歐洲議會選舉的結果 歐洲議會選舉結果 將等候其他八個歐盟國家 在投票之後 才在下星期一公佈 無線電視記者王永華報道 日王名人和王后美 抵達美國的亞特蘭大 展開為期十六日的官式訪問 日王抗禮昨天 飛到亞特蘭大機場的時候 受到在場迎接的 喬治亞州州長米勒 和七百個市民的熱烈歡迎 明人抗禮跟著和徐行的前首相公責起一 以及徐元出席前總統他特所設的誤言 當他們抵達酒店的時候 有大約五十個在美國的華人 可著標語在酒店外面示威 要求日王為二次大戰 日軍侵華罪行道歉 明人抗禮今次美國之行會逗留十六日 訪問十一個城市 阿特蘭大是第一集 徐忠明 連續四日公眾假期 今天首先是慶祝英女王六十八歲的仇臣 跟去年一樣 駐港三軍在岸旋州 舉行了特別的慶祝儀式 皇家海軍是照以往的傳統 在正午十二時明放二十一項禮炮 同時是有一架軍方直升機 掛著英國國旗 在維多利亞港上空盤旋 向英女王致敬 而香港軍事服務團隊 還在現場表演 包括演奏天佑我王的樂曲 韻錦輝 香港有兩位女運動員 得到英女王的頒發榮譽獎獎 他們分別是滑浪風凡手李麗薩 和雙殘乒乓球運動員抗錦成 目前在希臘集訓的滑浪風凡手李麗薩 知道她得到這項榮譽感到很開心 她透過長路電話說 今次得獎對滑浪風凡運動來說 是很大意義的 很多人都覺得這項運動很難滿 沒甚麼機會有這樣的成績 但我始終做到 日後可能會被更多人 會欣賞滑浪風凡 或者參與滑浪風凡 目前世界排名仍然第一的李麗薩 正在佔今年兩大賽事 分別是世界賽和亞運會 如果九月那個世界賽我表現不好 可能會跌回第二或者第三 沒有人知道 李麗薩至九零年開始 在國際賽贏過不少獎項 是本港土生土長的世界級運動員 至於抗錦成就是本港第一位 得到英女王獎章的雙殘運動員 她最優異成績就是九二年雙殘奧運 贏得冰冰球金牌 當時她這樣說 用意志跟她打 跟她周旋 一分一分都不負 抗錦成認為 今次得獎可以鼓勵其他雙殘運動員 參與體育活動 今日的香港田徑公開賽 未再有運動員達到亞運選物標準 今次田徑公開賽是最後一次賽事 被運動員爭取達到亞運標準 看到是男子100米 白衣子虎的虎衛明 上一次公開賽已經達到選物成績 今日又是走法上一次時間 以十秒六七第一個衝線 暫時只有六個人符合 選擇標準 世界盃足球消息被認為黑馬之一的比 不是他們同意之一 不是我們 都不是支持他們 不是我們要求他們這樣做 他要求幾樣東西 剛才抓住我簽名 我解釋了我不簽 為何不簽